王宝强的离婚啊 可以说在娱乐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一个鸡毛蒜皮的离婚小事居然可以打上两年的时间 这也是让很多人叹为观止 自从王宝强公开自己的老婆已经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之后到如今的审判结束 可以说其中的波澜和各种状况 也让人大跌眼睛 本以为经过法院的判决 离婚案可以结束 但是谁知道所谓的结束 仅仅是在刑事以及离婚案上结束 但是在私下的感情纠葛中 除了从来没有结束过 他自己的利益 以及容易受到侵害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忏悔 而是想办法如何的洗白 马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法院已经判处离婚的时候 马荣依旧不甘心 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出轨的人是王宝强 但是每当他拿出各种证据的时候 都是被惨招打脸 其实很多人都只是知道 马荣与宋哲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但是又很少有人知道 除了宋臣以外 居然还有第三者 而这位第三者 居然是王宝强的堂帝王永费 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 也是让很多的人大为吃惊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吃力爬外的亲戚 都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在王宝强如此辉煌的时候 他也没有忘记提携自己的亲人 而他的堂帝凭借着亲戚这一身份 也是在王宝强的身上获得了很多的好处 而且从一个农村的王到一个大公司里上班 而且还当上了总经理 这样的待遇不是一般人可以遇上的 王宝强是他的再生父母 一点都不过分 谁能够想到 他的堂帝居然是牵线搭桥的那个人 王永飞之所以能帮着宋哲隐瞒王宝强 也是因为王永飞贪污公款 拿了许多的公司的好处 这件事情被宋哲知道了 也是以此威胁王永飞 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就这样 王永飞也是替宋哲保住了他们之间的秘密 所有人都知道宋哲与马龙之间的关系 而唯独王宝强自己一个人被蒙在屋里 很多人也是感叹 亲情比纸包一碗米成一斗米就成了丑 正所谓正义壁上 虽然他们绞尽脑汁的想要隐藏这些肮脏的事件 但是却无法逃过群众的眼光 就像这些肮脏的想要隐藏这些肮脏的想要隐藏 这些肮脏的想要隐藏这些肮脏的事件